大家好,我是古田玄,我是渣渣米 看完盘点,这是你没有停用过的全新版本 只需和我一起,在评论的弹幕下留下你的看法 你就会看我一样按下这种玄机 等一下玩一年,装备出发一分钱 请记住,一字幕一看 大家好,这里是玄米盘点,我是第一个玄米 嘿,是的,你没有看错 这是全新版本的节目,我们将盘点那些年秦时挖过的巨坑 有想法的同学们欢迎评论下踊跃发言哦 说到行驶的巨坑,大家最想先桌让玄机停革的是什么呢 十年之路漫漫,每一步都是量量套路 还在坑里的玄米,也只能两位盘点那么几个啦 首先让玄米最想补坑的当然是双龙兮秀啊 苍龙兮秀,一个神秘物件 他为了贯穿秦时全部内容而奔波全国 他据说引起了小涉嫌庄的大火 他甚至不惜被帝国、阴阳家、西国 整个天下追寻着只为埋伏比 他引出了秦时提琴而让其不备惨张 没错,他就是感动中国 苍龙兮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神秘至今还在坑里等着娘娘解释释 神秘至今还在坑里等着娘娘解释 千龙,打开这个盒子 千龙 你的名字是有特殊意义的 在你手中,苍龙兮秀这个沉睡千年的秘密 终于要重见天日了 既然说到苍龙兮秀 最关键的齿文莫过于幻音宝盒了 传言能演奏出一幻一针千变万化的幻音宝盒 出现在墨家机关城境地内的龙猴里 这是否能说明阴阳家与墨家在前期存在着某种关联呢 嗯,细思极恐 当拍外这个 幻音宝盒自从出现在月饼的视线中 神秘就分分钟想要举起火把 存在感那么高的幻音宝盒 为何在神秘看来是天明和月儿的定义信物呢 在这片黑暗中 我孤独地等待着 我不知道究竟这样等待了多少时间 只知道真的很久很久 我的名字叫做姬如千龙 有人告诉我 这是一个传承了千年尊贵的名字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也不知道很久以前发生了什么 一千年的时间 已经可以让太多的事情被遗忘 在我的右手手指上 有一个小小的伤口 当我听到这些乐曲时 手指上的伤口 就会无缘无故地刺痛 说到阴阳家 大家是否还记得百步飞剑中 月神曾对秦始皇预言道 葛联将被那个孩子杀死 这是他的命 这个预言可是给月饼们留足了悬念 而到了燕尽天明的最后一集 天明持剑刺杀葛联 这个情形也让月饼们百思不得洗解 这是不是意味着月神的预言实现了呢 然而画面一转 第三部却解释了 刺杀葛联的天明是墨益行甲办的 之后神老又在访谈中多次强调 月神的预言并非指第二部 第十八集发生的事件 那么天明和大叔的这个远古大坑 选机娘会在什么时候 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解答呢 等等 天明是谁 这名字有点神戏 哦 应该是某个打酱油的路人甲吧 接下来就要讲讲路人甲身上的风鸣咒印 据说被下的此咒印会被封印住部分记忆 那么结合夜镜天明中天明的梦境 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了 从场景不能看出 天明又是处于宫殿之中 那么天明被封印了 是不是待在嬴镇身边的记忆呢 那么下周的目的 又仅仅是封锁住部分记忆吗 这部分记忆又是否会引出什么大秘密呢 以及在夜镜天明第十五集中 立即曾说 也许在未来的岁月里 你都要独自去面对危险和艰难 或许你永远都无法向其他的孩子 享受父母的呵护和温暖 但是你要记住一点 你所拥有的爱 并不比任何一个人少 你的生命 原本就是用巨大的代价换取的 所以 我的孩子 你不要害怕 你要坚强 在第十七集中 岳神也不止一次的说道 你还有重要的使命要去完成 天明 我想天明身上的命 感谢观看